贫穷的米拉一家的遭遇,牵动了无数人的心。 摄制组和社会爱心人士一起决定给米拉建一座新房, 确定好选址之后,各回各家取来兵器。 众人七手八脚,人多力量大,先清理掉土地上的绿植和藤蔓, 然后用锄头和铁锹开出草区,不需要设计图纸。 农村的房子大都一般无二,大家心中有数。 按照自家的模样修建即可,借着无人机可以清楚看到, 尼泊尔大山中,稀疏的民宅和郁郁葱葱的风光。 米拉的家就是这个不起眼的窝棚, 相信在众人的合力帮扶之下,米拉家里很快就会有明显改善。 这块土地的土质以沙土为主,较为松软比较好啊, 所以进度很快,一天的时间就已经可以看出房屋的雏形。 技术工挖出皮屎,测量距离,插好标杆。 因为土质过于松软,需要加固地基,需要从附近的山林中采来大石。 深山之中没有任何工程机械,这一切都需要纯人工的方式。 用最原始的方法将大石砸碎后,用背篓一趟一趟地背回米拉家中。 整个工程需要石头量相当大,众人也是轮换进行往返数次。 尼泊尔当地人背东西,采用铁头悬挂的方式。 这种是他们从小练就的本领。 数百斤中的一筐石头挂在脑袋上,在崎岖的山路上来回穿梭如履平地。 相信通过众人的不懈努力。 不久后,米拉将会和孩子们拥有一个可以遮风挡雨温暖的心价。 而这也正是无数热心人关爱的结果。 正如米拉所说的话,她将永远感恩每一位好心人,人间自由最纯洁无瑕的无边大爱。 感谢观看,谢谢关注,下期更精彩。 米拉和孩子们的悲惨遭遇,深深刺痛了无数人的心。 救助米拉的行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。 帮她建筑的小屋已经出具雏形。 工人们分成几个小组,有条不紊地正在有序推进。 地基已经挖掘到一米多深,并且开始进行回田加固。 小屋规划合理,布局方正,坐北朝南。 建成后,窗民激进,环境干燥舒适。 不仅可以满足米拉一家人的日常居住,而且还设计有几个单独的房间。 孩子们长大后,可以有自己的空间。 曾经的米拉家里面,条件极度简陋,无法养育过多的孩子。 她的大儿子和大女儿一直寄养在别人家,和送出去差不多少。 因为以前的窝棚根本无法居住。 建成后的小屋将足够容纳他们一家五口。 同时,小屋充分考虑到将来,米拉生活便利性和持续可经营性。 还会给她设置猪圈,积窝和规划新的玉米地。 最重要是还计划给她通上自来水,这样她和孩子们就不用再下山去水了。 一旁的米拉抱着孩子,看着这些人在不停地劳作着,也试图自己下场帮忙。 但是,刚一丢开女儿,孩子便撒娇地哭了起来,于是不得不作罢。 米拉看着自己未来的家,心里也是充满期待,对所有的好心人,充满感激,想到这美好的一切。 这值得期待的未来,米拉禁不住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,还没完请继续观看。 村长这次不但热心协调大家的工作,还无私捐赠出家里珍藏的木板。 这些木板本来是村长留给儿子的,准备将来给儿子结婚时,盖房使用。 现在看到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无私捐赠,村长也爱心蒙发,决定将这些木板捐赠出来。 用于制作门窗和家具,这些木板是尚好的松木材质,虽然已经存放多年,除了有些灰尘以外,依然崭新如故。 另外,村长从自家拉出电线,腾出空地,用于加工制作门窗家具。 与此同时,采石工作依然有序地进行着。 尼泊尔农村的房屋采用土石混合结构,当地没有红砖,也没有制作红砖的技术。 所以房屋大多采用土石混合的方式。 山中随处可见的巨石,就是最好的建筑材料。 建筑的房屋也会特别坚固耐用,只是这些石头的采集过程有些艰辛。 运送这些石头,更是费力又费人。 当地十里八村的青壮小伙子们,都应声道场,为这座爱心小屋付出自己的一份力。 一块石,千余金,众人需要凭借双手,挥舞铁锤,一下下一锤锤敲碎。 再用贝勒,一步步运回。 以此同时,市里的领导也远道而来,专程到现场,慰问米拉和繁忙的工人们。 在村长引荐和介绍之下,领导首先参观了米拉原来的住房,曾经漆黑简陋破败的窝棚。 似乎随时在诉说着这一家人的不幸,深深地刺痛了领导们的心。 还没完请继续观看,米拉和孩子们的悲惨遭遇,深深刺痛了无数人的心。 也惊动了市里的各级领导,市区领导亲自前来慰问并参观新房的建设。 对大家的行为做出肯定和表彰。 另外还带来了省里的爱心捐款,当面一并转交给建筑队。 村民们,里三层外三层,将领导团团围住。 随后领导代表官方,对所有的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善举表示感谢。 对于这种正能量,表示赞许和大理弘扬。 同时也向米拉一家表示,政府将会在未来加大力度,帮助她和她这一类的困难家庭。 米拉一家能够亲自受到领导的慰问,早已笑得合不拢嘴,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。 米拉一家的未来,必将走出黑暗迎来曙光。 贫苦的米拉是不幸的,她被丈夫遗弃,独自艰苦地抚养四个孩子,经历了一段人生中暗无天日的苦难时光。 但同时,米拉也是幸运的,她被社制组拍摄宣传后,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怀和帮助。 这也是社会正在进步的表现,证明每个人心中都有无私的大爱,在温暖自己的同时,也普照他人。 愿我们心中那无私圣洁的光芒,照耀到世界的每一个阴暗的角落,让苦难无所遁形。 愿每个人都能过上美好幸福的时光。 感谢观看,谢谢观众,下期更精彩。